这是一枚空对空导弹被发射 这是一枚精确制导炸弹被发射 这是一枚SAM防空导弹被发射 这些则是洲际弹道导弹被发射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只需要简单的按一下按钮就能够开火了 非常符合现代武器的气质 说到现代武器 榴弹炮也应该算吧 但它开火的画风是这样的 没错 靠士兵猛拽一根绳子来激发 怎么回事 它是直接从一站穿越过来的吗 先别急着下定论 你还没有看到更大的反差呢 自行榴弹炮 这个绝对是现代的产物了吧 有先进的火控系统 有自动化的装填机构 但至于它的激发 也可能是拽根绳子 所以为什么开大炮 就废得要拽根绳子呢 难道没有比它更好的方式吗 我是百科前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大部分的火炮采用的都是两种激发方式 一种叫做真激发 另一种叫做电激发 顾名思义啊 真激发就是靠撞针去撞击炮弹的敌火 从而引燃发射药将弹头推出去的 而电激发呢 则是通过炮堂内的电打火装置 来点燃发射药发射炮弹的 前者的好处是用途广更可靠 后者的好处是发射快效率高 所以在对射速没有太高要求的 榴弹炮 坦克炮 剑炮上面 广泛使用的还是真激发的方式 而看上去极其复古的拽绳子 其实就是在将撞针拉出后 使其回弹去打击炮弹敌火的过程了 它的工作原理相当简单 下面我们来看看 那根绳子叫做拉火绳 拉动的东西叫做激发器 激发器位于炮筒底部 有点像是一个小扳手 扳手的一边挂着绳子 另一边连着炮尾 中间则通过一个长得像是钩子的半锁 勾住撞针的尾部 当绳子往外拉时 撞针也被半锁一并往外拉 于是撞针弹簧就受到了压缩 等拉到极限位置时 半锁脱钩 撞针在弹簧的重用下猛的回弹 打击敌火 炮弹就被直接发射了出去 就这 是不是感觉比枪械的激发原理还要简单 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能全程机械 将那根看起来很不协调的绳子给去掉呢 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安全 另一个是成本 先说安全啊 火炮在射击时会产生巨大的后座力 尤其是大口径的榴弹炮 一开炮整门炮外加附近的地面都会剧烈的震动 所以按照标准操作流程 很多火炮在完成所有射击准备后 全员就不能再接近炮身了 否则很有可能被撞伤或者是震伤 既然连炮身都无法接近 那怎么开炮呢 就只有拽根绳子了嘛 简单使用还有安全可靠 另外 即便有一些火炮配备了更加先进的激发器 可以让炮兵在不离开炮位的情况下 直接搬动来开火 但是开出的头几发也必须要拽绳子 它叫做吻炮射击 这是因为火炮在阵地进行第一次发射时 炮堂的温度较低 火炮助推机和附近机都没有被良好润滑 底板和助处与地面结合不严 总体上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如果这个时候站在它旁边是非常危险的 只有当头几发炮弹射出 在后座力的帮助下 炮身已经稳稳的跟地面结合在一起后 才能把绳子收起来 但你不见得一定会舍得把绳子收起来 因为它便宜 对的便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 因为作为一个需要大批量生产和列装的传统武器 火炮需要的不是什么技术含量 而恰恰是量本身 所以价格自然是压得越低越好 说到价格呢 还有什么遥控方式比有线来的更便宜呢 还有什么比不用电不用油的绳子 来当这个有线控制的工具更直接更可靠呢 大到至简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 所以炮兵拽绳子啊 这个画风我们还要再继续看上很多年啊 好了最后我们来互动一下 这个从炮栓的小孔里面塞进去的东西是什么呢 你能猜到吗 发弹幕或者留言来告诉我吧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